小日本的拼刺刀技术绝对是一流,至今在自卫队中还保留着拼刺科目。 靠日战争时期,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经常会使用白刃战,然而,有汉奸就会说,这是日本人讲原则,要捍卫武士道精神,其实跟着没有半毛钱关系,主要归给于日军使用的三八式步枪,该枪射程远,打得准,配上刺刀非常适合白刃战。 但双方近距离作战时,会因为三八式步枪的弹乱速度快,容易造成贯穿伤,因此在肉搏战中,双方绞杀在一起,互相重叠,开枪也就造成了误伤。 就在当时,舰员很严重,显然是赔本的买卖,得不偿失。 小日本由此总结出经验,白刃战时退掉步枪子弹。 中日战场上,拿回中国军人使用武器低劣,质量差。 当时最好的步枪就术中正式,虽然该枪在杀伤威力上要远大于日军的三八式步枪,但是白刃战上要明显落后,加之中国军人,营养不良,身旦力薄,缺乏系统的拼刺训练。 这跟一个可爱动画式的小鬼子,批刀明显不占优势,而日军当时只怕可中国西北军大刀对白刃战,西北军刀法来源于义书名家李景林,装可日军白刃自刀战,其实招数只有简单的两招,大刀一撩一砍,小鬼子就人头落地了。 这也成了当时日本人的最怕,而美日双方在太平洋战场上,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,当时的美军确实被这种气势吓倒,并造成了很大的伤亡,毕竟美军的冲锋枪短,而日军通常在黑夜发动袭击,抵制阵地跟前,就开始拼刺刀,就让美军倒了头疼。 后来美军发现手枪可以在白战战中取得出其制射的效果,因为短小灵活,可以随便转换开枪的姿势及方向,而且他也不易造成贯穿伤,威力要远远大于刺刀,但有人就会问,手枪他只有七八? 打完了怎么办?实际上美军是三人一个战斗小组,而且每名美军配发四个弹侠,一个人打光后,剩下的两个人掩护他化弹侠。 至此之后,日军再也不敢主动找美军拼刺刀了,如果论单打独头,苏联人虽然长得人高马大,但是拼刺刀同样不是小日本的对手。 但是苏联人也深知这个弱点,就是不主动给日军施展东洋刀法的机会,因为苏联人的武器装备明显要高人一筹。 1935年发生在中国边境的诺门海战役中,让日军见识了苏氏武器的强大,苏军不踏协同作战,再配上冲锋枪,给日军就是迎头一爆,大量的鬼子倒在了阵地上,血与肉模糊。 从此给日军留下了心理阴影,直到后来苏军进攻东北时,日军也很少跟苏军劈刺刀了。 尽量在的角度上发生的真正跟你养养股份,请交接坏情能,� unfconom刺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